台湾美食世界文明 而人称乌鸡的乌鱼籽 更是被誉为世界三大美食之一 这道高端餐种美味 本是过节或喜宴上才一吃到 如今业者为了让美食更贴近消费大众 将乌鱼籽变成了一口吃的铃嘴 让人随时都能品尝 而要变成撒锤的铃食 口味就成了关键 我们要把乌鱼籽做得好吃 因为现在乌鱼籽已经变成铃嘴 那铃嘴的话它就是 是要把它原来的缺点 像那个色 苦味 腥味 还有死咸 这几个是乌鱼籽本身 与生俱来的缺点 那你既然要把它当成铃嘴一口包 那你是必要想办法把这些缺点去掉 不然的话 它吃起来还当铃嘴很奇怪 为了让消费者吃得顺口 老板依反传统做法 将乌鱼籽与生俱来的苦 色 咸 心去除 仅保留乌鱼籽的营养及美味 广受好评 电商平台每天都接下不少订单 我觉得它吃起来不只咸 口感又好 而且又没有腥味 我觉得想让你知道 让别人吃的会讲的 一吃再吃的感觉 他们家的无鱼籽的话 就是不会像外面会有苦苦的感觉 就是吃起来口感的话 就是里面就是软Q软Q的 软Q还带点焦香 是老板的独门手法 用日本炙烧技术 在1000到1300度的高温下 快速炙烧表面 留住乌鱼籽内部的水分和油脂 达到外酥内软的口感 专做熟食更是省去料理的麻烦 我们定位就是熟食 熟食的话它就有一口包 有整块的都有 整块的年叶菜 它买回去就直接切一切 就一道大菜了 乌鱼籽是餐桌上的高端美味 也是逢年过节的伴手礼选项 在追求美味的同时 要如何顾及健康 也是消费者的考量之一 而这点老板也考虑到了 我们从源头 从采收 腌制到料理 这几个环节我们都有控制 在腌制跟压缩风干的时候 我们就控制那含量 到了料理这一块 我们把它变熟的 这里我们更是控制 所以我们的检验报告很清楚 降低一般以上的那含量 在享用美食之际还兼顾健康 从源头开始 每到程序老板都深入探究 而这样资助必教的态度 是源自于老板的最初的本业 我们是把研发过程 也带过来乌鱼籽这里 所以每一个细节 我们都很注重 一直做实验 一直做实验 实验到我们自己觉得满意了 我们才端出去给客人 它是我吃过最好吃的 乌鱼籽 所以说现在逢年过节 还是说朋友来家里 我都会特别买他们家的乌鱼籽 来送亲朋好友 有一口的话 就是直接当零食 那整片的话 可以当生菜沙拉那样子 也可以炒饭 拆开即时 不论是原味 制成沙拉 或是搭配炒饭 既美味又便利 但市面上业者白白种 经常沦为价格战 相对的品质就参差不齐 那有一些业者呢 他因为我要姜本求利 我就降低成本 所以一口巴 他就调二两的 三两的 去做柴气 那二两 三两 他第一个 那个卵子不是那么成熟 口感不是那么好 为给顾客最好的 老板皆是挑选四两的 成熟卵子制作 色泽上 颜色深 心味重 色浅 香气又不足 介于中间的琥珀色泽 则是老板特别挑选制成 才能成就 香气足 心味低的基底 老板的用心不仅为消费者 也希望再次兴起这个产业 所以我也是希望 我们业者 大家共同努力 把年轻人这个族群再找回来 以发明起家的陈老板 秉持着实验家的精神 从乌鱼子的采收到成品 每个阶段都经过重重试验 每个步骤都做到分秒不差 才能催炼出完美的口感 而今也让乌鱼子成为老饕口中 名服其始的殿堂级美食 再次兴起来 再次兴起来